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今天上午舉行專長的希望工程記者會談社福政策 另外一方面大家也非常關心 民進黨立委趙天麟 在昨天晚上是傳出了婚外情的風波 對此賴清德怎麼回應 再演賴清德 當事人自己的事情有責任 對家庭還有對社會說明清楚 這個是他無可迴避的責任 除此之外賴清德還談到 針對現在藍白和侯友宜松口 有可能擔任副手 就是要跟柯文哲綁在同一張選票上 對此賴清德怎麼說 立刻來看 藍白和如果基於理念 那是植物分配 如果不是因為理念 那他們的和就是權威的分章 社會其實看得很清楚 那可以聽到賴清德是表示說呢 如果藍白和是基於理念的話 那當然就是政治上的合作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權威的分章 他也呼籲整個團隊呢 不管如何就是做一對一的準備 也將自己的政策持續的論述 將取支持 場會 號碟 Republic 後 重點 Jeremiah